6-1 恒定性 老师介绍恒定性之前先做个笔记 生命的维持分两部分 一个是稳定的代谢作用 这个代谢包含了合成跟分解 我们在前面的章节就学过了 我们要吃东西消化它分解它产生能量 然后再利用这个能量去构成我们的体质 好 再来还有一个叫内部环境的恒定 这个就是这一章的重点 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些物质 像血糖浓度啊我们温度的范围 还有我们的水分 还有我们代谢产生的废物 还有像一些气体氧气二氧化碳等等 在我们身体内都需要维持一定的范围 我们才有办法生存 好 所以第一点 生物体可以接受环境的刺激 产生适当的反应 好 这我们前面学过了 利用内分泌跟神经来调节 好 并且可以自动调节生理作用 使体内的环境保持恒定 以利生存 第二点 生物体内的水分 还有我们的心脖呼吸的次数 血糖浓度 离子的浓度等等 都要维持在一个特定的范围 这个就称为恒定性 第三点 生物体的生理机能 要维持在某一个特定的范围 好 可以使我们整个身体 有做正常的运作 第四点 体内的平衡 以什么机制来运作 是利用负回馈的机制 好 什么叫负回馈 当某一个条件 如果增加的时候 身体就会做出另外一个反应 去抵抗该变化的行为 好 老师用这三点做个例子 来 A点 运动的时候体温会上升 好 会流汗 那流汗的时候 我们汗水就会蒸发 来降低这个温度 这个叫负回馈 负回馈 就是抑制 那还有一个叫做正回馈 正回馈就是处境 好 B点 吃完饭之后 消化所得到的葡萄糖 进到血液 好 使他浓度 高于正常的水准 好 这时候负回馈就进来了 胰胀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 促使肝将葡萄糖 转换为肝糖 好 那把它储存起来 以降低血液中的葡萄糖浓度 好 C点 体内的盐分浓度如果过高的时候 体内的水分就会被储存起来 以降低这个盐分的浓度 好 这个叫负回馈 就是抑制它 各位同学你在找地方抄个笔记 老师把这一张所要介绍的 关于恒定的物质 我们先做个总整理 来看一下 来 首先是血糖跟水 好 这个血糖跟水 我们身体里面 我们可以利用消化系统 还有内分泌系统 来帮它做恒定 好 再来是温度 这个温度的话 我们可以靠皮肤 皮肤来散热 然后水也可以靠皮肤 所以温度跟水 好 可以靠皮肤 再来是我们代谢的废物 好 这个代谢的废物 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泌尿系统 好 那泌尿系统也可以 恒定我们的水分 好 所以水跟废物 都是利用泌尿系统 再来是氧气跟二氧化碳 好 氧气的吸收 跟二氧化碳的排除 我们可以利用呼吸系统 那我们在呼吸的时候 也会有水蒸气 所以水也可以利用呼吸系统 好 接下来这些所有物质的恒定 在我们身体里面 会靠循环系统来协助它的运送 第一题 下列核种构造跟恒定性的协调关系最不密切 好 我们的大脑 来 大脑有脑下垂体 可以控制多种内分泌线 好 所以这A是可以的 好 小脑跟平衡有关系 好 胰脏可以分泌1亿 还有胰岛素 还有生糖素 可以 好 这个胃的话 它只是分泌胃液 好 所以这个 它跟恒定关系是比较不密切的 所以答案我们选猪 第五题 下列叙述何者不正确 来 A 人体可藉由泌尿系统排出体内过多的水分 好 这是对的 B 人体的血糖浓度如果过高的时候 可以转换成肝糖 储存在胰脏中 不是 储存在肝或肌肉中 好 那选错了 那答案就是B了 那C跟猪老师就不介绍了 第六题 下列有关恒定性的叙述何者正确 来 A 肌饿的时候血糖浓度降低 这时候胰岛素的分泌就会增加 这错掉 胰岛素是使血糖浓度降低 会减少 使肝脏中的肝糖变成葡萄糖 释放到血液中 好 这是对的 B 青蛙跟生活在陆地的生物一样 好 其体表均有防止水分 善失的构造 好 这个青蛙没有 它是两生类 我们后面会介绍两生类 它那个水分会从皮肤散失掉 所以B错掉 C 植物从根部吸收水分 全部从气孔蒸发掉 好 这个根部全部就没有 只有部分蒸发掉 因为植物也需要水分的恒定 好 那答案就是猪 第八题 有关恒定的叙述 何者错误 好 老师只讲错的 来 B是错的 错在一个地方 协议中 氧气溶度如果降低的时候 刺激呼吸中枢 刺激呼吸中枢的 待会我们下一集会介绍 是二氧化碳 不是氧气 所以答案是B 第九题 有关人体器官 跟恒定性的维持 好 何者正确 A 肾脏可以排除多余的 就是脂脂跟水 好 脂脂没有 B 肺可以排除二氧化碳 跟多余的盐 好 眼泪没有 眼泪要随着水排出 好 再来C 肝脏可以调节血糖 跟盐的溶度 好 跟那个盐没有关系 这个靠肾脏 猪皮肤调节体温跟水盐 还有尿素 好 这是对的 6-2要介绍呼吸作用 跟呼吸运动 好 第一个重点 我们先来介绍 这两个的差别 这个呼吸作用 我们在第一章就介绍过 它是要产生冷量 那呼吸运动的话 是包含了吸气跟吐气 好 这个动作 好 这个表 老师来帮你介绍 第一个呼吸作用 然后定义 呼吸作用是 来我们是怎样 氧化葡萄糖 好 氧化葡萄糖跟氧作用 好 氧化 好 这个可以写到呼吸作用就是氧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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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目的分解养分 产生能量 好 产生能量是它的重点 进行的部位 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可以做呼吸作用 好 再来呼吸运动 就是胸腔的扩大跟缩小 可以完成吸气跟吐气的动作 好 就叫做呼吸运动 吸气跟吐气的动作 目的 交换气体 还有排除肺物 所以呼吸作用是我们这一集的重点 待会我们会仔细的介绍 如何交换气体 好 再来进行的部位的话 在我们的胸腔里面 还有我们的肺脏 接下来我们介绍植物的呼吸作用 我们把植物的呼吸作用分成三个部分来讲 分别是根 筋 根 叶 好 第一个根部的话是靠它的表皮细胞 写根毛其实也可以 好 我们看一下哦 根部它没有怎样 它没有角质层 所以可以吸收溶到水中的气体 然后再经由木质部来运送 然后陆生植物的根部 如果清水太久的时候 会缺氧 会造成呼吸困难 所以会导致它死亡 好 再来我们叫筋 筋的话是利用气孔跟皮孔 来做气体的交换 这个皮孔你可以看一下旁边的图 好 这个皮孔的话 其实是树干上面的裂痕 这个裂痕我们就叫做皮孔 好 它产生的原因 在国中是不介绍 好 这个皮孔它除了做气体交换之外 不同的树种 它皮孔长的形状就不一样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皮孔 来判断树的种类 好 接下来这个重点 动物的呼吸作用 来 第一点 水中的小生物 像我们介绍过的草吕虫 水席 变形虫等等 它们是有简单的单细胞生物 所以它们只需要扩散作用 直接跟水来交换气体 好 接下来我们再介绍一些动物 像蚯蚓 蚯蚓的皮肤 只是一个单层细胞 所以可以靠扩散作用 利用皮肤 跟外界交换气体 好 再来蝗虫 好 这种陆生的节肢动物 它是靠气管系 我们来看下面这个图 来 这是蝗虫 看一下 昆虫的气管系 是由三个组成 气门 气管 还有气囊 然后把这个图 把它放大在内部之后 我们看一下 来自它体壁 好 这个有气囊 然后这边有 这边是气管 这个更小的我们叫微气管 好 在微气管的末端 这个叫身体的细胞 体细胞 好 空气进去之后有氧气 然后排出来是二氧化碳 来 氧气进去的时候 进入这个微气管的时候 通常这个微气管的末端 它充满了液体 可以把气体溶解在水里面 然后再扩散进入它的微血管 跟人体的微血管很像 这个气囊的功能 它主要是增加吸氧量 以帮助它增加气体交换的效率 好 接下来 鱼类 它是利用腮 好 我们看下一页 我们来介绍一下腮 我们来看这个图 腮的气体交换 在国中课程并不会考 所以我们看一下就好 在水中的鱼 嘴巴会打开 水会从嘴巴进去 然后从腮流出 这是腮 而氧气会溶解在水中 所以可以透过这个过程 做气体交换 把这个放大 我们看这里 颜色比较深的 这个是冲氧血 颜色浅的 这是缺氧血 这是腮里面的微血管 我们看血流方向 血流从这边进来 进到腮里面 再从这边出去 进到鱼体里面去 水是从左到右这样流过来 水里面有溶解的氧气 所以氧气在这个地方 就会进到尾血管里面去 然后再把血液送到鱼的全身个部 再来是两身类 两身类比较特别 他需要肺 还有皮肤 有肺还是需要皮肤 是因为他的肺不发达 他没有肺泡 待会我们再来介绍 所以还需要皮肤的协助 好一般我们的哺乳类的话 肺非常成熟 都是用肺而已 好鸟类的话 除了肺之外还有气囊 我们来看这个图 来讲一下 这个一般的鸟类 那个气囊素大概有9个 跟鸟类品种不一样 气囊素就会不太一样 好这个气囊主要是协助气体交换 这个鸟他在飞行的时候 剧烈飞行 他需要氧气足够 才可以产生能量 好所以他把空气给吸进去的时候 空气有一部分会经过肺 但是大部分含氧的空气 都会跑到他的后囊里面去 都在这里 这也储存着 然后再来这后囊的气体 再出去经过肺的时候 做完气体交换 就变成二氧化碳比较多的空气 会暂时储存在前囊 然后再经过前囊 再把空气给排出 所以他这种交换系统的方式 可以确保 不管他吸气跟吐气的时候 都一直在做气体交换 右边这个图是青蛙解剖的时候 这是他的肺 他的肺非常的特别 他没有肺泡 所以两生类他气体交换的效率 没有乌乌类这么好 所以他需要皮肤协助 这个红色上面都是微血管 然后这个里面就是一个大空腔 完全没有肺泡 动物呼吸器官的特征 来第一个 他要有湿润的表面 好这样可以增加溶解气体 以力交换 第二点 他的 浓润换 浓润换 五 第二点 第二点